本赛季 广州恒大站在主场对战北京国安 鉴于目前积分榜上的形式 本场争贯大战双方绝对都输不起 本赛季 北京国安和广州恒大 是中朝联赛中进攻表现最佳的两支球队 截止目前北京国安已经在联赛中打进54球 而广州恒大在上赛一场的情况下 也有53球进展 这两支球队很可能在本轮联赛 为球尼贡献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 在这些期之后 随着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的到来 广州恒大的进攻实力大涨 在此期结尾冕冠军在连赛中攻入34球 他们几乎用进攻 摧毁了遇到的所有对手 难得的是 在进攻表现出色的同时 广州恒大的防守 并没有拖球队的后腿 在球场比赛中 他们只被对手打进7球 相比之下 北京国安在间歇期之后 已经丢掉了18球 正是他们的防线挖坑 北京国安才逐渐被身后的对手追上 可以说在防守表现上 广州恒大的优势 北京国安完全比不了 7到18 广州恒大与北京国安的防守表现 几乎是两个级别的球队 在进攻表现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防守很可能将决定比赛的胜负 由于目前两支球队只相差3分 只要广州恒大能够在主场获胜 他们就可以在积分榜上超越对手 再加上上海上港也对积分榜榜首的位置虎视淡淡 从目前看来 在本轮比赛结束之后 中潮领头羊的位置很可能要一主 广州恒大或者上海上港 都有机会取代北京国安 成为新的领跑者